加高天堂市大火过后 只剩数不尽的残骸 野火无情烧毁家园 但烧不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一名退休救难队员 把自己所有家当 全部捐给在大火中 失去家园的消防人员 退休救难队员林举森说 这样的决定想都不用想 自己有15年的救难经验 深刻体会就在当前 没空救自己家园的心酸 因此捐赠家具给这些消防人员 为重建家园出一分礼 同样在后涌现温情 还有加州南部 惨造乌尔西大火肆虐的阿国拉高中 球制除藏室一片焦黑 球场也成为废墟 不过运动家精神 可不能因此被熄灭 美国奥运选手亲自前来 为他们加油 不止六兵选手到场 角力选手 累球选手 也都前来鼓励这群高中生 大海新闻黄敬艇编冶